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祥林 那在我對面的是阿雷 這一次我們想要先來試玩一下這一個遊戲模式喔 那這個遊戲模式的話他也是跟我之前曾經做過的那一個 那個叫什麼 瑪利歐大王是同一個作者所製作的 他真的做的蠻多很有趣的 還有麥拉瑞亞 也是他做的真的是 這個作者最近做的這些東西之後真的是太厲害了 而且都是1.8版本的 那這一張地圖是根據那個電影 絕對是根據那個電影改編的 終點站那個電影改編的 那只是說這個名字的話在台灣叫終點站 在香港在大陸叫什麼我就暫時不知道了 然後這張地圖呢 他這邊有些可以設定的地方可以從這邊先進去 我們就先進去這邊設定的地方給大家看一下 那既然這邊設定的東西呢 其實比較重要的呢 這邊的話是可以開始倒數 就是說我們如果這是一個生存圖 然後我們只要進到那個開始生存 我們時間就開始倒數 一開始有30分鐘 然後我們得收集資源 然後把那個資源變成我們自己的存活時間 如果說時間倒數完畢 所以你就會完全死亡 你就無法再出現了 我相信大家都聽不懂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一一再解釋一次 我相信一定有人聽不懂 保證 好沒關係 聽不懂 暫時講一下而已 聽不懂的在下方留言 絕對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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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點是說 要怎麼講 因為現在在這邊講的話 還是不太 那只是跟大家說 這邊 我們收集到的資源呢 每一個資源可以轉化成我們自己的存活時間 就是 可以添加到我們的存活時間 那這邊有分 簡單 一般以及困難 這三個難度 就是他 他預設好的 他預設好的那個難度 就是在這邊可以出現 大家看到這邊出現的是 鑽石你可以有2700秒 然後鐵的話是180秒 那如果說是簡單 1800秒 困難的話呢 是120秒 鐵的話只有120秒 他這邊就是預設值 就是說你得到的資源 你可以加的秒數 當然難度越高的情況 你加的秒數就越少 是這樣子的意思 好的 我再補充一下 那這邊的話就是 遊戲本身的難度可以調整 遊戲本身的難度 你繼續補充 還有什麼 你想補充什麼 就是 這個遊戲其實就是 一樣是生存 可是 你可以 多的時間限制 可以交換時間 而且可以交換時間 玩家跟玩家之間可以交換時間 可以說 我想給他時間 然後我就可以給他時間 他也可以接受我給他的時間 然後或者是你把對方砍了 把對方殺了 他所剩餘的時間的一半都會變成你的 那如果說你在裡面餓死了 或者摔死了 被怪物打死了 你的時間會減一半 就是這樣 那這邊還有一本書 這邊還有一本書 是可以拿出來的 這邊這本書 你就可以在這邊點 像這邊是鑽石 鑽石資源的話 你這邊上面一個加500 你點了之後 然後他就會 原本應該是2100的 然後現在就會變成2600 然後 你把那本書拿走 好 他又減了500 把它變為2100 這個樣子 我那是-500 不是加500 你應該是點了-500 我再點一次-500 變1600 那加500就把它加回來 那這本書的話 只要按下這個按鈕 就可以把這本書給銷毀了 好啦 我們就簡單的開始吧 然後我們先回去吧 我們開始生存 沒關係等一下 可以 再解釋 多做個 那如果說想要開始遊戲的話 必須要在創造模式 你是創造模式嗎 應該是吧 對我現在就是- 一定要是創造模式 然後站入這個綠色的範圍裡面 你就會開始過去了 那最一開始的話 他會把你隨機丟到 丟到地圖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兩個所在的位置 會是不一樣的 可是我過不去了 糟糕 我的天 有了有了有了 我開始了 我開始了 我已經開始了 像我的遊戲模式已更新 然後我看一下這些東西 我現在抗性至0 有嗎 現在的話 但是我還 我的倒數王還沒開始 我開始了 有一段小小的時間 因為那個什麼 應該是地圖還在載入的關係 像剛剛的話 在阿雷那邊 他就在他那邊載入地圖 在我這邊 我這邊地圖在載入 所以應該是我電腦運算的問題 你看我現在開始了 他現在的那個 時間就猛跑 對啊 你看 所以剛剛的時間是 基本上是有算到的 那我們現在就 必須趕快 可是呢 經過我 嚴密的判斷 這個 需要雙人合作 雙人合作會好一點 所以他就TP過來了 然後頭頂上可以看到他剩下來的時間 對 一開始 一開始如果兩人 或者多人玩的話 我建議說 直接兩個人一起玩 因為物資可以 物資可以交換 對啊 那我們先交換一次 交換一次時間 給大家看一下吧 對你看 現在大家有看到說 螢幕上面會有倒數的計時 對啊 你時間沒了 你就是死 對 然後 然後 你看到假如我現在 頭低低的 然後他 鄉鈴把頭往上看 那我就是 我就會把一些時間給鄉鈴 你看我的 我的時間就一直狂減少 對啊 變23變12秒 要把時間給別人的話 你就是 兩個人都站在同一個方塊上面 然後一個往下看就會給時間 往上看的就會收到時間 這樣子 就跟那個電影終點戰是一樣的 就是等於是那個手腕跟手腕相合這樣子 對 那基本上我來砍點木頭 你往下挖到石頭的地方 那我們這一次其實純粹只是試玩一下而已 那如果說 要正式展開什麼的話 啊 那個時候 我們就會說 我們是正式開始 對對對 對對對 沒有啦 主要是說 如果看觀眾想要看這一 這一系列的話 所以也是要看觀眾覺得這一系列 如何我們能不能繼續做下去 也是看大家跟我們說的 嗯 好啊再示範一下那個 得到 得到時間好了 再來我把我的時間用完好了 你把時間用完幹什麼 你為什麼要用完這些時間 就這樣 沒有我要哪方塊啊 還是我直接切創造 啊 你要直接切創造了嗎 對啊 好切 對 就是說 嗯 其他另外一個得到時間的方式呢 就是站在鐵磚 或者是鑽石磚 綠寶石磚 或者黃金磚的上面 然後就是說 他們可以給你的時間呢 都不太一樣 那你就現在就先丟個什麼鐵磚出來吧 不要 呃 對 好 呃 就是如果說 你挖到一些鐵 然後把它合成鐵磚的話 那你站在上面 那你想想你 他現在就 他有一些 呃 效果 他就會得到時間 我就得了一百八十秒 對對對 他就會得了 那那剛剛的 呃 像說你站在鐵磚金磚 對 剛剛也可以去設定這些 呃 那再來是金磚 你看他現在是一千九百十一秒 那他站在金磚上 等他 他現在就變兩千多秒 對 我現在加了六百秒 黃金磚就可以讓你加六百秒 對對對 然後就是你可以 那些數字你都可以去設定的啊 那 像鑽石磚你看兩千五百二十六嘛 他現在已經變成五千 加了兩千七百秒 對啊 所以就蠻多的 對啊 那綠寶石磚呢 只是說 這個遊戲玩到後來好像就是 你得一直不斷的去挖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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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或者去 這個模式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比較多人一點的話 甚至說可以去打別人 好 綠寶石磚看看 綠寶石磚有 五千一百 加了一千八百秒 我加了一千八百秒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的話 一方面你也得躲避 這些有些怪物的追擊啦 不然你死了你的時間會掉一半 然後一方面你得去挖礦 然後 肚子餓你也得去考量一下 等於說 這是一個比較多 多了一層限制的一種 有殭屍超級衝過來 多了一層限制的一種生存啊 多了一分金顯感這樣子 也是很不錯的啊 對啊對啊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說 呃 等我一下 我把聲音調小聲一點 變很大聲 OK 好 你能先把我眼前這一個 這一個槍是解決掉嗎 不會 不要緊 那我在旁邊一直 我現在就變成 一小時二十二分鐘 慢慢打他 加油 我現在就一小時五十二分鐘 我現在是一個小時五十五分鐘 那當然這是因為創造 然後刷了該要的資源出來之後 變成這個樣子 正式開始的話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所以請大家放心 對對對 當然 一開始就是只有三十分鐘啦 那你就是要自己去慢慢生存 對啊那 那當然最最最最一開始呢 最重要的就是只有 挖礦沒什麼 就是要挖礦 對啊 對挖礦 像我們為了介紹什麼 然後混了這麼久 已經讓這麼多怪物出來 我們基本上已經很難再繼續下去 沒辦法因為 其實都要搶時間的啦 對啊 那你當然可以 要一些比較好一點朋友 來一起玩 那你可以去 把別人砍 那當然 呃 就不要TP啦 一開始像 像跟祥林一樣 就不要 如果要對抗的話 那就不要TP了 對啊你可以去找彼此所在啊 還是怎樣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樣子 那也 這有很多 很多種玩法啦 但是 但是我們玩到現在有一個很大的麻煩 就是 那個鐵子加了 剛剛是加多少180秒 然後 其實 180秒只有3分鐘 3分鐘挖得到9個鐵錠嗎 對啊 所以我就想說 還有吧 就是 還是得一開始得一直拼命的往下挖啦 對啊 要不然就是你一開始的設定 如果一初期的話 你一開始的設定 你可以把 他加的時間多一點這樣 對對對 這最好的 還有一個那個 還有一個弓箭手 跑到我這邊來 跑到我這邊 我正在挖礦 反正每次也都會從不同的地方出來 對啊 也有很多玩法啦 假如說 你今天要跟 你看祥林現在死了 那他的時間 我的時間就減一半了 我現在只剩下55分鐘啊 對啊 他剛剛有一個小時多吧 我跟他的時間剛剛差 應該基本上差不多 然後 他現在死了 對啊 對啊 我來被炸死看看好了 55分鐘被炸死之後 只剩下27分鐘 對啊 這是剩下一半啊 對啊 直接砍掉一半了 那我也給大家看一下 欸 為什麼死不了 你是創造嗎 沒有 OK 你趕快把他剪下來 呵 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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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如果說 如果說 有很多種玩法 就是 可以大家一起生存 那時間可以互相交流 就是假如你弄到一個磚石磚 有人快死了 那當然就是可以 時間可以互相交流 那 如果 如果 或者那種 互相競爭 基本上我現在只想得到 這兩個 這兩個玩法 就互相競爭 跟一起玩 對啊 那我現在正在嘗試 把我的時間用到零 我一直被殭屍弄死 他們的效率真高 那你就把時間給我就好了 那更慢 那比較慢 對啊我已經要死 因為他好像一次的時間 就是只給10秒 10秒 10秒這樣給 那我就在這邊把我指下最後的 最後的30秒 再被他們打死一下 讓我剩下最後的15秒 15秒 最後15秒 噢 噢 噢 3 3秒 別爆 別爆 別來炸我 不要來炸我 我要用這種方式死亡 12 11 0 欸 於是 這邊就說 我的遊戲模式也被更新了 然後 我的時間沒了 而且 他在一個更好的位置 他顯示說我會在一個更好的位置 我總共存活了631秒現在 然後呢 我現在的模式呢 欸等一下我按錯鈕了 我現在的模式就是這種 他的一個那個觀賞模式 你在打我是嗎 我沒打你啊 我怎麼可能打得到你啊 那這個模式的話就是 你可以進入一些動物的體內 然後你可以觀看一些東西啊 那 這一個 這個作者有根據這張地圖的這個遊戲模式 然後他自己有開一個服 有一個伺服器 或者叫做服務器 他有開一個官方的那個伺服器 但是我們去過了 裡面根本一個人都沒有在玩 嗯 呃 初步研判是因為 呃 大家都死了 死光了 死了之後然後 他的那個什麼 就是你的復活機制並不明顯 你不知道到底該怎麼復活 對啊 如果如果有各位觀眾 知道知道有怎麼復活 那真的太感謝了 對 那個 在那個伺服器裡面 他呢是有說 那個 他是有說 嗯 復活就是你要去收集十個靈魂 那 那十個靈魂好像就是 對 到底怎麼收集 靈魂是村民的靈魂呢 還是玩家的靈魂呢 如果是玩家的靈魂 你根本收集不到十個 因為那裡面一個人都沒有 對 這重點 對啊 因為 這種服齁 就是 比較少人玩的 因為沒辦法 因為你沒有 你沒有空閒下來去吃個飯再回來玩 對啊 請吃個飯回來 你先那個 你先登出那個服就行了 對啊 也是可以啦 你登出那個服 那時間當然就會暫停 OK 所以像現在我就一直 我就一直 黏在這個阿雷的身上 所以他的一舉一動 我都看在眼裡 什麼 那我做 如果我做那些修修的事情 我就 都被影響了嗎 你要做什麼修修的事情等一下 不能偷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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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我在這邊的話 倒是沒辦法看到說 你的那個剩下來的時間 喔對啦 我剩下十一分鐘吧 你剩下十一分鐘 你剩下十一分鐘 喔 If you're Recording this be sure to recreating me 就是說如果說你有用這張地圖 然後錄實況的話呢 請 一定要 把作者的名字寫在自己的說明欄位裡面 然後 然後 並且呢 留一條那個連結 可以連結到 他那個官方的那個 那個介紹那邊去 就是他自己 就是他自己的那個 他自己的YouTube頻道 然後 就是這一個遊戲 這一個地圖的那個 他自己的介紹影片那邊 他說 一定要這樣 尊重作者 所以我們到時候要做的話 也一定會這麼做的 這一集發出去 我就一定會這麼做啦 作者這樣說了嗎 對啊 都在我們要 關 關 都在我們要停止錄製的時候 都要跳出來 好像 好像他也在 好像他也在旁邊看著我一樣 我剛剛 我剛剛心裡在想 我剛剛心裡在想說 我可能等一下後製後製 弄一弄就把他直接丟上去 還要管他的 然後結果他就跳出那句了 天啊 對啊 然後我們剛開始的時候 現在就有一些紫色的字跑出來 那紫色的字就 他就有在講解一些 就是我們剛剛跟大家介紹過的那些東西啊 那下面就是這個時間轉移 時間可以轉移給其他玩家 然後PVP的部分 把一個玩家殺了呢 就可以得到他的一半的時間 然後你可以站的那個方塊呢 就是鐵磚 黃金磚 綠寶石磚 以及鑽石磚 你都會得到 你該有的 就是之前我們在這邊設定的那些時間 就是這樣 這個 非常好的遊戲啊 也不是說小遊戲 非常好的一個模式 算是一個模式 對啊 那 大家可以去玩玩看 那如果 我有時間 或者想你有時間的話 那大家 也可以跟觀眾玩一下 來玩一下 如果 如果有時間啦 那當然是有時間的話 你這句話很有內涵 沒有時間的話 我真的也沒辦法 你可能一百年之內都不會有時間了 這樣子 差不多吧 差不多吧 好啦 那就是說我們這一集 就先到這裡結束囉 那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一下 我們就會開始做這一系列啦 那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 期待下次再相會 掰掰 goodbye